希望大人快好了 跟我們回家 期許老母親眼面痛哭 希望大兒子能夠快點蘇醒 4月3號大地震 路性駕駛開的貨車 行經中橫變到23K 遭落石擊中 擋風玻璃破洞 路性駕駛被抬出時 頭部重創 經過搶救 昏迷指數只有4 只能靠呼吸器為生 他住一個禮拜 結清的費用是大概1萬4 每個禮拜結清都是大概 落在1萬塊左右的話 我們家裡也沒有辦法 負擔這筆費用 路性駕駛為婚 和七群老母親住在一起 去年9月從屏東到台中 離山工作 平常四處打零工 月薪大約3萬塊 卻在送貨途中遭落石擊中 家中失去經濟支柱 龐大要被家人難以附和 事後才得知 哥哥竟然沒有勞保 講難聽一點 忠誠那條路 本來就很危險 我哥哥是拿命在跟他們比 拼過了他自己的 拼不過老闆也沒什麼損失 因為他們就是打算 都會用保險金來做賠償 他不是我們的員工啊 如果說我們山上 如果在套那個水果禮止的時候 他會讓山下套利子的禮蓋 那沒事的時候 我們剛好說 我們有車檔的話 就是說那你不能來報我們嗎 僱主認為路性駕駛 不是正式員工 雖也沒保勞保 台中市勞工學表示 如果認定是職災 會先起付緊急救助金 但家屬等不起政府援助 民進友善行人士 自發性進行捐款 這是天災也沒辦法 希望是政府能給他補貼一下 雙方是否有勞固關係 勞工主會進一步調查 如果雇主涉及舒適就會開罰 家屬出面希望政府能重視傷者權益 也感謝各界勝出援手 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